各位666宿会议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们继续回答网友的提问 老师我是做中小学课程 感觉骚扰财商非常重要 可以跟你合作吗 当然可以 直接通过我们的链接 找到我们的教练合作就可以了 老师我现在很浮躁 静不下心来学习 应该怎么办 你可以听周老师音频啊 你也可以看书啊 你要尝试让自己静下来啊 你不静下来 你人生就废了 必须静下来啊 老师没有你的音频 我早都不想活了啊 感谢你的喜欢 你放心 周老师的音频一直不给你断供啊 一直活着好好活 老师怎么做好直销 做好直销非常简单 找你们当下直销的第一名 成为他的小跟班 跟他学习 你转身为自己所用 你最好的老师 永远是你的同行 而且是当下做第一名的同行 当下师为无上师 当下法为无上法 老师我听了你的西藏游学直播 然后加入了你的合伙人 怎么才能见到你呢 我现在在香港 如果可以见到你 马上深圳隔离去见你 不要着急啊 然后咱开课的时候 来到现场就可以见到周老师了 老师大学快毕业了 你公司还招人吗 招啊 你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点击我们的主页链接就有啊 就可以找到周老师的助理 老师很迷茫 很痛苦 人生一直在谷底 怎么办 给我指引方向呗 第一 你太闲了 必须找个事干 人不做事就得枯萎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借事修人 借价修真 这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的运营法则 运营规律 所以必须得做事 第二 每天学习 每天成长 然后呢 就像周老师一样 也迷茫 看了穷爸 富爸爸就不迷茫了 你们完全可以把周老师推荐的书 全部看一遍啊 你就不会迷茫了 然后开始干 拼命的干 太闲了就会迷茫 每天都忙着连着转 哪有时间迷茫 老师听了你很多音频 感觉你看了很多书 我也想多看点书 但是进不下来怎么办 进不下来没关系啊 你可以听周老师课啊 对不对 听周老师课 周老师看了一千本书 给你讲讲书不就完事了吗 咱们的665会不就干这个活的吗 对吧 没关系啊 你可以听周老师课啊 老师今年五十多岁了 混来混去负债累累 如何适应自己的生活 你要看一下周老师的负债品 为什么会负债 因为你的内在匮乏 因为你没有开悟觉醒 因为你没有进入自己的轨道 因为你没有财商 这都是你负债的原因 必须要学习 我告诉你 周老师最大的一个学生 79岁还跟我学财商呢 还在做理财呢 对不对 五年以后他现在老牛逼了 老有钱了 对吧 所以学财商什么时候不晚啊 老师美容师怎么提高 自己的销售能力 还是那句话 跟你的同行学习 跟你当下第一名的学习 就是我在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 你们不要总是感觉到 我在回答别人没有回答你 其实问题都是相通的 而且如果你把周老师的 这几千音频全听完了 其实你不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早都讲过这个问题 老师听了半年音频 知道自己以前的无知 现在我要改变 我如何财富才能够增长呢 那你就要听我们的财富增长 训练营啊 来到周老师现场 上周老师现场版的课呀 加入我们的会博 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呢 持续的学习嘛 对不对 老师我以前有目标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目标了 没目标了就要问自己 就要向内学 老师怎么报名你的课程 点击我们的主页就可以了 老师爱是一种真知真觉吗 如果你体验到的是真爱 那就是真知真觉 真的 其实人生活的目的 就是让你找到爱 成为爱 活出爱 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当你真真正的爱上一个人 真真正的爱上一件事的时候 你才叫活着 你知道吗 当你真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根本不是求回报 你是付出 付出你就开心 你就喜悦 当你爱上一件事也是一样 你没想通过这件事得到回报 你就是爱 你就是想去做它 就像这个马云爱互联网一样 周老师爱演说一样 所以你如果体验到了爱 爱真的是真知真觉 王阳明讲到知情合一 这里的知分两种 一种真知一种假知 假知是别人告诉你的 真知是你自己体验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迷上一个人 迷上一件事 只有你爱上一个人 爱上一件事 你才叫活着 你才有可能成功 你心都死了 不懂得敞开自己的心扉 完了 就废了 老师明年我就30岁了 已结婚 没孩子 24岁毕业 毕业以后 回到东北的四线城市 国企上班 感觉自己快五年了 没有任何成长 而且母亲得了绝症 必须在身边照顾她 我告诉你啊 第一 你结婚了 你可以让你太太照顾她 第二 你必须出来 你必须走出来 你必须走出来 只有你走出来 才会有未来 要不然你永远没有未来 你哪有钱 跟你母亲看病啊 对不对 你在一个地方待着 你都知道自己没成长 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环境呢 换一个新城市 换一个新工作 换一个新行业 将来有可能 你还能自己创业 对吧 你对这件事又没感觉 那你干它干嘛 老师 第一次听您讲 宇宙心理法则的时候 我就相信了 未来我一定可以 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我应该如何改变呢 你应该把秘密那部电影 最少看五遍以上 你应该把郎拿班 所有的书籍 秘密 讲秘密的 心理法则的书籍 全买完 你应该把周老师 解读秘密的篇幅 全听完 然后去使用 宇宙心理法则 老师 你感觉到 你讲迷信 没有把谜定义完 其实我告诉你 你相信科学 不相信你的感觉 其实也是一种迷信 听懂了吗 不是说风水 是不是迷信 你根本就搞不懂原理 你盲目的去相信 一个东西 这就叫迷信 但是不代表说 你迷信科学 科学就不存在 也不代表 你说这个风水 是迷信 风水就不存在 能听懂意思吗 你要搞懂规则 你要搞懂才能去运用 不是盲目的相信 迷信就是盲目的相信 老师 我毕业以后 一定去找你 可以没问题 老师 有很多话 想跟你说 我有儿子快五岁了 这段时间 他总是挤眉弄眼 我怕他是不是生病了 找医生 去医院检查 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不要过多的担心 担心就是最大的诅咒 意识创造一切 本来孩子没事 你总是认为他有事 结果他真有事 真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宇宙真相 意识创造一切 本来没病 总觉得自己有病 到最后你会真生病 因为你的大脑 会想尽一切办法 证明你是对的 听懂了吗 老师 我已经46岁了 还有机会吗 那江子雅 84岁都有机会 你咋46岁没机会了呢 那任正非 柳传志创业的时候 都40多岁了呀 那肯德基爷爷的 60岁才开始创业呀 咋没有机会了呢 对吧 我64岁了 老师 我还能学财商吗 必须学呀 你只要活着 你就得学财商啊 因为你离不开钱呀 你得给钱打交道啊 老师 我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的书记 到底是中国的哲学 如是道好 还是西方的心灵成长好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要这样问问题呢 都应该学 都好 我觉得都好 因为原理都是一样 道都是一样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仅此而已 所以都应该学 周老师是全学 不排斥 全学 老师 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找不到自己之外 因为你的心死了 你要学会敞开心扉 你不敞开心扉就废了 必须得敞开心扉啊 老师 我是19岁 看你的经历 泪流满面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徒弟 跟你学习 没问题啊 那赶快联系我们的助教 来上课吧 还等什么呢 对吧 老师 我在快手上认识的你 你是黑夜中 照亮我前方的道路 太棒了 照亮你道路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拿到结果 如果你听了周老师的音频 拿不到结果 那就是骗子 你拿到了结果 你才叫真真正正 那爱老师 老师我去过也是北京 我不知道是选北京 还是选深圳创业 我现在想先去北京 还有我对车子比较感兴趣 我是做房地产销售呢 还是做汽车销售呢 有点迷茫 还是那句话 跟着感觉走 一切全都有 选北京还是选深圳 就是看感觉 你哪个有感觉 你就做哪个呀 房地产和车也是一样啊 你哪个有感觉 就做哪个呀 为什么要跟你感觉做对呢 你的感觉就是高 我对你的引领啊 一定要跟着感觉走啊 跟着感觉走 一切全都有 问题回来到这里 感谢所有的网友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